來看有一對香港跟臺灣的動性 伴侶的關係 向後政機關貼銷 他們拿去訴訟 今天台北的電影 很歡迎是伴侶 信訴 現在已經是第五天 伴侶 看過動性 伴侶的案件囉 臺灣的鳥和香港的阿蘇 本地自空一九年 已經在臺灣定期結婚 不過阿蘇要申請 他親來臺灣的時候 他民宿說他拿的是英國BNO 合照 在臺灣的法序 也是當作的香港人 因為香港沒有行政動性婚姻 貼銷他們的婚姻關係 經過兩黨的訴訟 台北各地行政法院 接到選擇鳥和阿蘇的線索 婚姻關係總算受到行政 行政待度 行政待度 司法買單 司法買單 協作打掛西的臺灣 伴侶管業推動電源 在歡迎前開記者會標示 這件是第五天 學國黨選婚姻關西 而且五天都是讓政機關擺手 不過政府選議員 不願意主動用韓式 來補充學國黨選 伴侶的伴侶 幫助一對一對伴侶 要花很多時間打掛西 而我們更遺憾的是 我們看到我們的政府 還沉醉在三年前 同婚合法亞洲第一 這種美夢裡 但是明明可以很快地 去更改違法的函視 卻遲遲不願意修正 正來政部長 市國擁已經是一日 甘子結合 希望後一陣部長 可以打擊這陣 讓全台灣過六百對 學國黨選擇 你的婚姻款須的保障 記者臨時 非常感謝 rahfather 須要